团里呢有200多个员工 他为什么洗练太极拳呢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呢 膝盖受过伤 当时的医生的检查呢 膝盖需要做手术 后来呢还是在美国 由我们的掌门人陈晓娃大师 在那里教太极拳 从无极庄开始站起 逐步的把他膝盖呢 站好了 从那开始洗练太极拳 同时现在上班之余呢 还免费教一下他的员工 练习太极拳 所以说太极拳在美国的 普及跟贡献呢 跟代表呢也是离不开的 所以说太极拳呢 它也是一种武术 它也是一种健身的方法 同时呢 它也可以养生 所以太极拳呢 是因人而异 所以把你所需要的 它可以不断地变化 可以调整 可以调整